熄火 煮15-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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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是主人好 大家好 刚刚都见到我去买这些牛辣条 这些牛辣条 也是在街宝买 现在真的贵了 我最初买的时候好像18-20分钟 加一加 加到今时今日 就是29-20分钟 这里我只是买了一块 33-20分钟 这些牛筋其实我有拍过 现在是32-20分钟 这里是48-20分钟 今天小朋友说 烹饭牛筋来吃 很简单 这些牛辣条都当牛腩 可以的 主要是吃牛筋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牛筋牛腩 又是简易了 其实我炆过 炆牛腩的碎腩 或者坑腩的咖喱牛腩 我都做过很多 很简单 又非常好吃 即使是新鲜牛妈筋 也是非常简单 用这些更加方便 我们今天只需要一个配料 一个汤匙的柱喉醬 一个汤匙的生抽 一个汤匙的鸡粉 两粒的冰糖 通常炆这些都要 鸡皮 香叶 八角 花椒 其实我一样都有 不过我告诉大家 我知道一样东西 因为我去问过 超过八十岁老师傅 一卡的果皮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其他不下的 如果可以的话 就下几粒八角下去 味道完全不同的 果皮是最重要 如果有果皮在这里 就完全不同了 太多不行 一卡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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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金的果皮 即是有三叶的 不要加太多 还有几粒八角 最好 这个配搭 马上做给大家看 煮滚一煮水 就放这些牛腩 即是牛腩 让它出一出水 不用解准 直接就可以了 等它用了之后 我们先放这些牛筋 煮一煮 因为这些煮过 我们都要和它出一出水 让它煮一煮 煮一煮再和大家说 果皮八角 用水浸一浸 不停浸一浸 浸一浸 已经滚起了 我们要放这些牛筋 如果你们有白醋 就放一汤匙白醋 让它去一去味 没有的 就放这些花雕酒 如果没有花雕酒 就放少许盐 但没所谓 让它去一去味 煮它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再和大家说 已经煮了五分钟 这些味 现在闻到这些酒味 如果肉有问题 或者牛筋有问题 有一股不好的味 酥和臭都可以 现在拿过来冲洗 拿过来倒入水 可以倒入瓷盆洗 但也倒入两块 不要紧 那我们就要 冲一冲水 冲一冲干 拿出来冲一冲干净 冲一冲干净 冲一冲干净 冲一冲干净的水 在这里 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逐一逐一冲洗一洗 用手 就可以摸到有多脏 多干净 牛筋 很多时候 让它经过手 你就会感觉到 这些牛腊条 它已经切到这么小 不用再切 这些是一开二 这样洗干净就可以了 好 洗干净再和大家说 现在我们要处理这些牛腊条 即是牛腩 它是牛腩的一种 当然不是坑腩不淋 我们要用白锅 白锅即是不用下油 烧红了一只锅 所以这只不是易结锅 所以我可以这样干净 这只都是几十年 不用丢 那我就可以扔这些牛腩 让它有酥就去酥 牛筋就不用这样扔了 好 让它先烧一烧 开小小火 让它去一去的酥味 其实就是 大家看看有多少烟 现在就是去酥味了 让大家看一下 火就是这么小 现在就炒一炒 太太说 如果我没有 我只有意见 那怎么办 那你要很小火 做这个动作 千万不要太大 一点火做 OK 现在将刚才那些果皮八角都扔进去 让它炒一炒 好了 现在我们加水 炆了 不用太多 好 接着要把牛妈筋放进去 不用切住 整条放进去炆 先炆好 刚刚盖面就可以了 冰糖 我放两粒 鸡粉我代替了 蚝油和鲍鱼汁 每次都可以不同 都是味料的一种 豉油就是豆香味 这个就是柱喉酱 一个汤匙 健康一点 有点点味 因为它的八角和果皮味 会产生一种很香的味 现在就煮沸 炆大约 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些 这些都很容易炆的 大约是40分钟 就要焗15分钟 就很好吃 现在让它开大火 让它先沸一沸 沸一沸再和大家说 现在沸起了 大家看看 沸起了 一定要先沸起 沸起了 就要关小火 这样 这个火就可以了 这个火 你看到上面 它仅是啪啪声 这样炆大约40分钟 就要关火 不要打开盖 不要打开盖 记住 这样炆大约40分钟左右 然后再焗它15分钟 因为牛腩 其实是要焗的 其实牛腩 你怎么炆大火炆 它都很难炆的 只有炆完之后再焗 有些很顽强的牛肉 炆完之后焗 再炆再焗 我这些因为不太顽强 40分钟之后再和大家说 在炆的过程 不要打开盖 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 揭开去看看 揭开去看看 以前我 初初炆牛腩的时候 和牛腩说 为什么牛腩炆不淋 你不要经常打开盖 一炆就是炆 不要经常打开盖 你打算炆40分钟 就是40分钟 一个钟就是一个钟 给水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突然拿去看看 就不行了 炆了40分钟 用这个小火 动都没有动过去 现在看到水都收到七七八八的时候 现在关火去 现在就油它 这样焗 15至20分钟 其实是炆牛腩 最重要就是这个过程 你一直炆都没有用 要焗一下 因为是牛腩条 就容易炆很多 如果很确实的 就要再开火 再炆 再焗 现在20分钟之后 就打开给大家看 焗了15分钟 现在真的要打开看看 看淋不淋 这煲的东西就是一开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没有炆过盖 没有盖过 现在就打开 看看淋不淋 用筷子一试一试 可以了 是不是不够干 先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了 这些你不要炆到烂 因为要有口感 这些牛腩条 即是牛腩 现在这样 你知不知道 是可以的 一炆下去 其实可以怎么说 让你试一试 这些有口感 如果假认你觉得它不够軟 你就再炆它 甚至加些水也可以 牛筋 一炆下去 这个牛筋要这样 千万不要太软 炆下去 这个线是最好吃的 你看 这个牛筋是最好吃的 多棒 你看 这个牛筋 这些牛筋最好吃 好了 现在可以这样 开大一点火 再煮一煮热 就可以拿出去了 因为现在吃了 煮起它 立刻就可以放出去了 这些牛筋多棒 我煮热它之后 我就拔出去 再和大家说 牛筋牛腩出来了 哇 很简易的方法 特意用最简易的方法 煮给大家看 这些牛肋条 也可以叫做牛腩 这些牛筋很软 我先放一些装饰 果皮 最主要 不要太多 那么多的味道 太浓也不好 但是 这么多牛筋牛腩 一个 即是一个 一个 金的果皮 就够了 先放两个辣椒 好 好 这个 只需要大约炆它 40分钟 或者45分钟 再烤它 15至20分钟 就可以了 如果假定 你煮下去不够 其实你可以再炆 这个没问题 但是这些牛腩 牛筋太软 不好吃的 你看看这些 牛筋牛腩 这样就很好 这里也不是便宜 即是 48元的牛筋 这里是30多元的牛腩 现在33 这里唯有80多元的 即是 今时今日来算 即是 OK啦 有牛筋牛腩 味料 你也看到我 只是加了这些味料 这些汁要来拌面 很正的 小小 你自己放过清湯面 加少少这些汁 就可以了 让我试试给大家看 有些人说 整条牛筋怎么吃 其实你也知道 如果你自己有的 就拿出来咬 不然你可以剪一下 不过 炆的时候 不要剪碎 你看看 我先剪给大家看 哇 这些剪了一块 因为他们喜欢整条吃 这条牛筋就是这样 试一试牛筋 这个多棒 这个牛筋 这个是很棒的 我最喜欢吃的 这些很简单 这些汁 如果有辣椒酱 我先试一试 嗯 很好吃 有腌韧感 又软 味道 很多果皮味 嗯 有一个皮 很好吃 我就放两粒冰糖 如果你不想那么甜 就放一粒冰糖 嗯 完美了 先试牛腩给大家看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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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腩 你看看多棒 又是 剪给大家看 嘟 嘟 最重要是要知道是腌不腌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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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不要弄弄弄弄弄弄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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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牛腩很入口 好吃 嗯 入口味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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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筋牛腩 多谢 烹牛筋牛腩的重点 大滚水 煮五分钟 清洗干净 去除它的酥味 加入一个果皮 提升牛腩的味道 但不要加太多 因为会苦的 加入冰糖 去烹牛腩 就容易黏一点 在烹和焗的过程中 千万不要打开盖 这样就避免流失火候 即是这样就会烹烹的 嘟 吃了十多分钟 吃了一半 嘟 预备吃饭 这些就放在冰箱里 冰住它 吃面酒 不喝汁 做牛筋 那就完美了 你看 嘟 嘟 嘟 记得用这个方法 烹这些牛筋牛腩 很好吃 全部人都赞 好 多谢 谢谢大家 下集ination 再见 下集